如果问您对昼王的第一印象 应该是残暴不仁 荒淫无度 滥杀忠诚 等等的荒唐事迹 不过史学家发现 其实昼王是个文武双全的开明君主 他被黑化的原因 居然是和争夺王位有关 原来昼王的大哥 唯子起布满排行老三的昼王 聪明决定又能争善战 深得不轻喜爱继承王位 所以到处的放话抹黑昼王 甚至后世景仰的大圣人 孔子就是领头泼脏水的人 把昼王批评得一文不值 但是孔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请看资深记者陈湘怡 叶家境 郑文德的深度报道 人似蝼蚁 病毒草戒 屠城灭村斩草竹根 这是暴虐昏君 伤咒王 而他好色的程度更是流传千古 当年若不是女娲娘娘 练武采时已补天动 恐怕天下苍生早已妖王 所以后世建造了这女娲神庙 来纪念女娲娘娘的公主 三月十五这天 女娲娘娘诞成 昼王率三千铁骑 八百御灵 古城王黄飞虎宝驾 满朝文武随行 前往女娲妙庆散 忽然一阵狂风 卷起漫障 赏诸女娲圣相 这下子可不得了 但妖皇龙冬 成了世君王 这我师大意思就是说 女娲娘漂亮 我帮你取回家 当我的后宫好不好 上至神灵 下至平民 只要昼王色星一起 这天地之间就成了他的后宫 只要他喜欢 没什么就可以 来 姐夫 我看看 大王你不要这样 大王放手 这一个九侯女 是商朝诸侯鬼方首领之女 因为怜姻之故 献给赏王 成为赏王的妃子 就没有她九侯女教育之后 她不喜迎 这是实际记载 不喜迎就是不喜欢上手 或是不喜欢做一些 赏王喜欢的事情 放开 所以这个九侯女在历史上的地位就是 她不是很受伤 但是你在小说 就说这个九侯女 她可能不解风情 那么咒王非常的好色 甚至于有一点性变态的疑问 所以就把九侯女杀了 这个婚姻 有本事你杀了我 但九侯女死了之后 赏王愚怒未消 还迁怒到她父亲 将人抓来 私以海刑而死 这里的海刑 就是将人做成肉酱 是当时令人 昏姿设备的复刑 虽然九侯女的故事千真万确 不过我们翻看史料 赫然发现 战伯策 吕氏春秋 记载这段故事 都只有写到 咒王不太喜欢九侯女 并没有杀了她 但是到了西汉时期 司马迁所写的史记 却加上了 九侯女不赢 咒怒杀之这句话 为什么陈叔叫晚的史记 会凭空增添了这一笔呢 这帮人火力太多了吧 孤 乃是天词 他们竟然来管孤的厮实 到底是谁在胡春乱走 抹黑咒王 君上 微臣说过 如果用周礼治国 一年可有小城 三年必有大城 想不到吧 朝咒王泼进黑水的人 就是受到世世代代 敬重的大圣人 孔夫子 孔子他就说过 咒王是人而不仁 而且他说他就是喜欢 多行不义 然后过于残暴 但是孔子的说法 当然有他的先决 潜意识的心理因素 在春秋战国时期 诸子百家争鸣 各派学说门生 为了争取各国君王重用 便把听来的故事 加油添醋 渲染夸大一番 这其中也包括 古家创始人孔子 他那套修身 齐家 治国 凭天下的理论 拿咒王来当反面政财 再合理不过 可是史学家发现 事情没那么单纯 原来孔子跟咒王之间 还有着国仇家困 这一切缘由 让我们回到咒王 登上王位前 开始说次 因为当年咒王的爸爸 帝乙在位的时候 他的正妻王后 没有生育子嗣 然后就过世 那这个时候 帝乙的一个侧氏 一个小妾 他就生了两个儿子 就是这个 为子齐跟为仲也 帝乙就把他扶正了 就变成正式的王后 扶正后又生下第三子 取名授德 也就是后来的咒王 但这下谁是嫡长子 就有了争议了 后来太史官搬出殷商法典 说是第一长子跟次子出生时 生母生笨不是王后 只能算述出 成为王后之后 所生的第三子 才是嫡长子 陈英寿参见父王和王兄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 不应该从他的身份来看 而是应该从他们的资质 以及他们的个性来看 比如说这个咒王的个性啊 按照史记司马迁的记载 就说他资辩结极 而且财力过猛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真的是文武装全 他知识渊博 而且他博文强继 他可以单手跟野兽来格斗 所以咒王是非常非常英俊的一个 康国君主的崩拜 咒王即位之后 可能他的大哥被分工到山东屈附以后呢 心里满怀委屈 所以他甚至想要说 那我干脆自杀好了 还是他的叔叔姬子劝他说 为何要这样子轻易就严死呢 都会当应我父王视察 宣众殷首继位 看来 我承担六百年的江山设计 必是殷首之首 那姬子给他的建议是 你现在死了 对国家也没好处 不如先回自己封地 隐忍了个纪念 静观其变 维子齐一哭 二闹 三上吊 就是不敢来场武装叛变 把丢失的王位抢回来 他只好带着愤怒 哀怨 到封地 山东屈腹过日 几百年后 维子齐的第十四代孙 孔子诞生 孔子的句话就是 为仙人隐 为自己的祖先隐瞒 所以孔子就站在 文字喜着人就骂作王 所以照着我们现在对作王 像荒野无道 这些不符合史识的叙述 因为孔子保护他的仙人 就骂了作王 话地为老 善理思行不说 还横征暴脸 名不聊生 柯正猛于虎 好 告证 于是孔子举着仁义道德的枪 对咒王统统猛炸 让咒王宛如堕入十八层地狱般 勇士自得翻身 天兵作归 天下无敌 就算有十个吉察 就算他有一千个儿子 故也不怕 来啊 都来吧 孔子在《论语为子》片当中 把维子启 姬子 笔竿 并列为殷商三人 孔子说 维子启离开商朝 姬子被贬为奴隶 笔竿因为劝谏而死 所以称为殷商三人 但是史料却记载 姬子是因为劝谏咒王 不要使用丧牙筷 咒王觉得叔叔管太多了 没有听从 笔竿也不是咒王杀害 他其实活得比咒王还要久 而维子启只是到丰地去就任 如果这样就算是忍者 那么孔子对人的标准 看起来相当低 而废除活人献祭 为了国家发展 御驾清真的咒王 在孔子眼中 却是十恶不赦的大恶人 是孔子世人代物 有双重标准吗 还是咒王做了什么 不可饶恕的事吗 谁能杀了自己的父亲 他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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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伯猴的东伯猴 江桓楚 南伯猴 二重雨 接连倒下 独胜北伯猴 重口虎 西伯猴 鸡仓 他们能逃过 骤王的魔掌吗 特别是威胁到皇权的鸡仓 第一仓授封三宫之后 势力拓展到江汉地区 诸侯归附者有六周之众 如此声势引起伤嘲不安 咒王的亲信 从侯虎趁机敬言说 西伯到处行善 树立威信 恐怕不利于待王 不如将西伯侯鸡仓 召来召割 我们趁机将他扣如 也好杀鸡敬猴 让各路诸侯 不敢轻举妄动 好 就按你说的办 风险演艺中怎么写 就是说鸡仓被扣在楼里 非常的痛苦 受尽了淫虐 这个消息传回西奇 鸡仓长子博弈考 心急如焚 他立刻准备七星车 行酒磚白念猿猴 三样宝物献给咒王 并表明愿意代付赎罪 留在殷商当人质 换父亲自由 博弈考带着这个东西 旧鸡商的时候 应该长得很帅 不打击 就是看到帅哥 就可以勾引他 来嘛 帮我擦一擦都伤 娘娘 我们不渴 娘娘 没事啦 不要这样 博弈考觉得说 你怎么这样子啊 我是一个正直的人 或者是我觉得说 我如果跟你有一腿 我今天父亲帮不出来了 不能这样搞的事情 就拒绝了打击 被博弈考拒绝后 打击优爱甚恨 诬告博弈考对他性骚扰 做王天的大怒 处死博弈考 才自成肉饼送给鸡昌 鸡昌假装不吃 连吃三饼 你那么爱你的儿子 难道没尝出来 他的味道吗 糊涂上不许子 你连禽兽都不如 你尝尝吗 尝尝吧 你尝尝 尝尝 其实我们看到事情并不是这样 因为文王鸡昌 就是西伯昌 他当时被请到游里 确实是纣王扣留他 为什么要扣留他 纣王拘禁鸡昌的原因 绝不是演绎小说写的 他会捕挂算命 参透天机 而是在正常不过的 军事后防部署 纣王非常在乎 跟外姓诸侯的关系 即位第一年 就首创山宫制度 加强纣镇诸侯与王室的联系 确保殷桑经济发展 并为战争做好准备 启禀大王 东夷叛贼 不过万 战车不过五百胜 过东路而不攻 直奔西北 请大王示下 这是天赐良机 不要轻率出征 那么这个时候 纣王他正准备发动 大规模的 对东南方的战争 一方面是平定东南方的这些 蛮族嘛 这个蛮荒地区嘛 文化比较低落 那么另一方面 座王要取得两样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都知道 商朝很重要的 商朝进入到青铜器时代 那么青铜的产区就是在南方 还有一样 民生用品非常重要 座王他也一定要取得 就是这个沿海的盐 食盐 这个是很重要的民生用品 那座王一想 如果要打通通路的话 这一战打下去 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结束的 所以座王当时就直接地叫 周文王就来督神说 你注意一下好了 他其实很明显说 我叛你叛变 但不能讲出来伤何气嘛 启禀大王 西伯侯鸡昌求见 这老家伙总算是来了 这一关就是七年 司马迁在史记上说 周朝送了宝马金银美女给周王 周王才放过鸡昌 但如果周王真的贪小便宜 周朝早点送礼 鸡昌就不用被关七年了 所以周王之所以这么做 其实是他已经东征打通青铜通道 可以全力应付周朝叛乱 才会放入金仓 然而周王为了国家经济发展而战 看在孔子眼中 却变成是破坏社会 导致灭国的主因 驾 不知道又会有多少生灵逝去 如此战火连绵 终而复始 天下何时太平 所以当时孔子评论这个事的时候 他就站在反面一场看周王说 你花这么多钱 人力物力去打 当然不好的 劳民伤财去打这个战争 所以周王你这样做事 根本是你不喜欢品酒 你不喜欢开投石的生活国家建计 你就是要把国家变强 侵犯到其他部落的人 所以孔子不站在这个事情 需要残暴不仁 残暴不仁的意思是 凶残暴力而无怜悯之心 那么孔子眼中的周王 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吗 把奴隶们给我 再上来 祭司念念有词 以活人献祭 这是殷商王朝 从开国以来 就有的祭司文化 甚至所有国家大事 都要占卜问卦 君王才能做出决定 但是周王他不是不敬鬼神 他是觉得呢 第一个他的目标 是要提高他的王权 他是觉得很多事情 是要由我来决定 而不是全部靠神棍 去占卜来决定 这是他的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就是说 商朝呢 他们祭司的时候呢 有两种方式 一个叫人训 一个叫人生 人训就是活人训葬了 那另外人生 这个生是牺牲的生 就是把一些奴隶啦 战俘啦 把他们杀了 然后用来的祭司神明 可是我们看到 咒王他不愿意这么做 于是 咒王改革了 祭司方法和制度 在史料中提及 咒王让乐师创作了 新奇淫荡的歌曲 观看北里之舞 享受迷迷之音 轻慢鬼神 甜甜举办狂欢大会 以酒为池 以肉为零 这些行为看似荒淫暴虐 但真实的理由 是咒王体察祭司的本质 改革就有祭司方法 就来跳那个朱离之舞 跳得很漂亮 给祖先看一下 跳完之后说 我献祭给祖先 其实当时同学 昨天有记载说 跳舞给神看 佛看 那是一个行为 佛会高兴 所以当时咒王就不杀了 觉得说 哇 这舞这样跳起来还不错 根据史料记载 咒王终其一生 使用人生的祭司 只有几十人 跟他的先祖武丁相比 只有两百分之一 所以也就是说 咒王他认为 不要杀那么多人来祭神 但是到了这个周朝的时候 就把这一条呢 把他归纳成为咒王 亵渎神明 不祭神明 咒王被指控 惨无人道的罪行 还有这条 昏君 妖妃 你们不会有好沙汤的 你这个昏君 梅伯是商朝末年职诚 他为人正直感言 见咒王荒淫无道 几次冒言觐见 咒王不但不接纳 反而把梅伯杀了 但演绎小说 却把梅伯的下场 改成处以陶弱之刑 古代的刑法 其实都蛮残忍的 因为它都是 加重在人的 承受奉行的情节 比如说这个陶弱之刑 很可能在下朝就有了 那么到了商朝的时候 比如像周文王啊 他都说 西伯积昌是很仁慈的 他曾经建议过咒王说 我宁愿拿出 我的封地的一部分来 然后请你废掉 这些固刑 那么其实周文王 当时的这种理由 并不是说这个太残酷 而是说这些刑法 施刑起来呢 都把人的衣服都戳掉嘛 所以这样不够庄重 仲朝学者罗密也曾说 咒王的罪名和下节 如出一策 是恶意节奏不分的结果 有关咒王的诸多暴行 很多都不是事实 是后人强行默黑的结果 咒王除了被冠上暴君之名之外 也被贴上 娇奢淫义的标签 尤其是他宠爱 九尾狐妖附身的达己 两个人夜夜升歌 饮酒作乐 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甚至建造了酒池肉林 两个人循欢作乐 对达己更是言听计从 所以周武王激发起兵 讨伐咒王的理由 有一条就是咒王听信妇人之言 难道祝王真的是打己吹吹枕头风 就毫无主见的人吗 酒池肉林又是一个 怎么样的地方呢 跟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回到殷商王朝 这么美的身体 杀了 岂不可惜 与爵士游物共处一池 裸身沐浴 究竟是这银雾冉冉 使人心荡神怡 还是眼前的美人会勾魂射破 让咒王心甘情愿 沉迷在温柔乡中 我的状态 好想尝尝 咒王的一大醉状是沉迷女色 但是否真的是如此 有待斟酌 你沉迷酒色 不理朝政 就是昏君 我大商男子各个好酒 孤府有天下 希望喝酒 也是罪过 大王说得好 孤的女人只有一后三妃 比起四大伯侯 远远不如啊 如何就好色了 根据史料记载 咒王只有一后一妃 即便算上封神榜中的内容 咒王也不过只有四个后妃 而咒王也不算子孙漫堂 有记录的儿子只有两个 被周朝批评荒淫无度的咒王 这样看来一点也不好色 相比后世历朝历代君王 他的后宫嫔妃简直少得可怜 这也看得出来 咒王对女性给予应有的尊重 并非演绎小说里 把女人当作玩物 除此之外 咒王甚至大力推行男女平等制度 大王的意思是 如果小娥姑娘愿意留下来 就封个官职 住在昆德宫 请王后娘娘多加教诲 我也能当官 不是只有男人才可以当官的吗 在商朝的妇女 比如说她是贵族的妻子也好 或者是受宠的侧侍也好 她们可以有封地 她有实际的行政治理权 那行政治理权不就是参政吗 不消孙殷寿 写美人苏氏拜见祖宗 求祖宗庇佑赐福 而且呢 商朝的女性 她不只是可以参与政治 可以呢 带领军队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她可以参与到祭祀活动的进行 周王大大提高女性地位 更废除贵族承袭的制度 大胆启用平民建立制度化官吏体制 却被周朝批评 周王庭性赋言 让聘机私沉 不重用笔杆 姬子 维子齐等人 改启用逃亡的罪人 才会导致王国的命运 其实说穿了 周王只是个穿越时空的改革者 因为想法太过先进 不被西伯侯姬仓等人认同而已 既然如此 深受后人爱戴 品德高尚 为人正直的姬仓 真的是完美无瑕的大胜人吗 既然侯爷跟这个小孩有缘 不如把他认作刚儿子吧 我祖上曾遇言 我将有白子 如今我已经有九十九子了 如果再得这一子 那就白子凑齐了呀 西伯侯姬仓有二十四个后妃 生下九十九个儿子 妻妾是周王的六倍 儿子是周王的五十倍 如此一比对 你能说周王沉迷女色吗 也许您会认为 周王和姬仓好色的程度 不能光凭后妃人数多寡来认定 说不定周王登记在册的妻妻 一切只有两人 但是没有被纳入后宫的 无辜少女可多了去 要不然周王何必建造 九十肉林寻欢作乐 我后天叫大雁群臣 这九十肉林 你们两个要尽快地给孤报 还有 多去民间争调一些美女 知道吗 是 根据史料记载 周王以酒为池 玄露为林 当男女裸体在肉林间穿梭 他则在一旁喝酒观看许乐 这也是成语酒池肉林的由来 但近年来学者考证 周王让众人这么做 其实是遵循古风古地生育 其实在这个春天的时候 比如说清明前后啊 自古以来呢 像春秋战国时代 就会有所谓的踏春 什么叫踏春呢 就是说这个时候青年男女啊 利用天气很好的时候啊 可以到郊外呢 大家就做一个联谊的活动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当时坤沛繁衍后代的事情 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他就会把未婚男女叫过来 直接在九十肉林里面 找成自己办理 我们可以想到 座王打南方 动员几十万军队要很重的人力 如果没有这个人力 你怎么去打仗 所以座王并非自己特别欢迎 他只是在宫中依身作折 投入这样的习俗 而他准备酒肉提供大家享用 无非就是让大家更记性 以今日眼光来看 跟宫伴连仪差不多 所以座王只是为了鼓励生育 并非真的重情深色 今天要和姑的美人 在这几个池肉林里玩手 姑今天不上朝 看看有谁那么大胆 敢来打扰姑和姑的爱妃 好啊 在封城榜中 提到座王的行为 让笔竿十分忧心 劝见座王要力图振作 座王听不进去 反而以传说闲人之心 蹊跷切通为借口 要借笔竿之心来看看 说得到轻松 你是让酒色迷昏了头脑吗 别说要老臣一片心 就是剖腹 老臣的命还能在吗 君要臣死 臣不死终 你一向自取为本能最大的忠诚 如今在殿上 跟姑王如此叫嚣 来人 在 把笔竿拖下去 抛心 笔竿听都出来杀他了 就是说不用你杀我记载 就挖心出来 同时看了这段记载之后 很感慨地说 座王的心智 如果有一窍可通 笔竿就不会死了 这是他对纣王诸多恶行 发出的不满 而这句感慨传言到后世 就成为一窍不通成语的由来 但是后来考证的发觉 完全是后人瞎编的 很可能都是一些民间的 说书人瞎编的 薛元就曾经讲过 笔竿不是被挖心的 笔竿是投水而死的 所以纣王世上 并没有对他的叔叔笔竿 捕心 昼王暴虐好色之名 终于沉冤得雪 但是周朝对昼王的抹黑 何止这些 他们指控昼王天天喝得烂醉如泥 不理国家朝政 所以要以此为鉴 由于昼王设置酒瓷肉铃 导致亡国 机场特别规定 各级官员不可酗酒 在上书周书中有一篇酒告 提到 意思是只有祭祀才能喝酒 机昌对饮酒规定如此严格 想必他滴酒不沾 要做周氏子民的好榜样 但铁针针的事实 却狠狠打脸他 轮语中就听到说 文王饮酒千宗 孔子百孤 意思是机昌一喝就是千杯 这证明鸡昌贪彼之咒王 并不遑多让 而孔子也是好酒之人 在他编撰的诗经三百篇中 涉及饮酒的有三十多篇 还反复强调君止有酒 认为饮酒作乐 有利于名声休憩 这是不是为自己找台阶下 对咒王的批评 对咒王的栽赃嫁祸 看来都是一世双标的结果 如果非得靠抹黑对手 才能显现自己的长处 那么被称为千古明君的周文王 被败为至胜兼施的孔子 恐怕都是会善之人 殷商王朝会面临亡国命运 罪魁祸首居然是咒王最轻的人 他们是谁 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周武王激发在牧野发起了 讨伐咒王的军事行动之后 咒王从此就变成了暴虐昏君 人人得而诛之 但是我们从左传当中 发现了一段记载 被后世赞誉为完人的周文王激昌 曾经大规模清查逃亡奴隶 展开追捕 这些奴隶逃去了哪里呢 居然是逃往了咒王所管辖的 殷商帝国 另外咒王为了开通青铜器 跟食言的通道 精道习行 亲自的挂帅 前往东南方平定 蛮夷不足 何时清兵 花多久时间平定 何时凯旋 咒王都是算无一策 但是他没料到 两个他最亲的人 居然会跑去敌营 跟激发告密说 因都空虚 趁机出兵攻打 吻营不输 为什么咒王的至亲要背叛他 请看资深记者陈湘怡 叶家境 郑文德的深度报道 全军提令 即刻出发 咒王自继位开始 为了打通被东夷部落 长期控制的财富命脉 精道习行东线 他备战十年 秘密训练灰相部队 成为可以骑着大象作战的 地表最强战队 照理来说 一场远征 就算再怎么顺利 也难以在短时间内 长途跋涉 攻城掠地完成 但咒王就是有这个本事 仅用了二十九天 就攻克了二顺部落 并敢在美与季节前 回到北方都城 这比他的先祖宁那个时候啊 浩浩荡荡倒了三年啊 那咒王他花的时间短了很多很多 可能就是因为他太高兴了 太得意了 他就自己封为战神 所以他就把这个大军呢 就留在东南方战时休整 同时呢 驻守在当地呢 也可以做一个整顿 那么他就自己带着 他私人的卫队 少部分人他就直接呢 北反 那这个消息呢 当然瞒不过人嘛 尤其是权力核心的这些贵族也好 宗室也好 他们一定知道的 当时他大人为止 知道说 哇 这机会千山难逢 你资争回来 又没什么军队 太好了 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叔叔 机子 机子一听 太好了 我装疯卖杀几十年 勸借你又拼我的 然后当时小孩子 看小我就往周边跑说 周王回来了 军队人数不多 周王一天机会操纵即逝 就带八百周后八部落 来打这周王 所以周王之所以大败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被亲人出卖 可是为止起根基石 这种通敌叛国 害死亲人的行为 居然没人认为他们不对 甚至 孔子还夸赞他们 是仁德贤者 这就不禁让人纳闷 孔子所说的君子之道 修身立德啊 孝帝爱人啊 是否因人而异 有双重标准 按照周书的记载 这是一场没有对手的碾压式战争 周王忠心耿耿的禁卫军均守了一天 英都和昭哥的百姓也都上了战场 但最终寡不敌重 昭哥被攻陷了 但木野之战呢 他确实是失败 然后他逃回了昭哥 他在露台呢 穿上他很庄重的衣服 然后他自身而死 表示说 最后他用自己献祭给神明 周王 一个悲壮的战败者 丧失了在史书中美化自己的机会 更失去拯救殷商百姓的机会 西州的武士攻破昭哥后 把殷商百余名贵族 用苦乐斩断手脚 任由他们在斜水里翻滚挣扎 同时 洞上祭坛的 还有在木野战场上顽抗的武将 殷商的40名组长 他们被剥光衣服 扔进了沸水翻滚的大鼎之舟 被周武王当作 各位品仙的人生 根据《易州书》记载 木野之战被杀死的 当都救民超过18万 被俘虏为奴隶的有33万 如此大规模的屠杀说明 周王并没有被百姓背叛 十七八万的民兵都挺身而出 防住周王对抗周武王联军 四任替天行道的周武王 也没有想像中宽容大度 因为战后他对桑树跟昭哥 进行了劫掠和屠杀 还杀了惊奇周围各种野兽 打一万多头 这是出于娱乐还是庆功 我们不得知 但如此不须民心人力的行径 只会让人对他们所谓的顺天应人 大大的打了个问号 十七八万民兵为赵王奋不顾身 奋勇杀敌 如果赵王真的是孔子 和姬仓父子口中 十二不赦的大二人 那么左传中这段记录 又该如何解释 求上天救救我的法 在左传上说 即将颁布的这条法律 叫做有王荒月 翻成白话的意思 就是所有逃亡的农民 一定要把他们抓回来 送还给原来的主人 严加管教 让人从此不敢逃逸 就算是逃保了也乌处安身 稀奇的百姓要逃去哪里呢 左传是这么记录的 赵王为天下不逃主 意思是说 天下的逃亡者 都跑到商朝这边 选择赵王当他们的新主人 因为赵王有很多措施 是百姓用待的 第一个不杀人 不用人生 你不用人生太好了 我们生命保住 第二个是来赵王这边 付罪轻收 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的钱能自己保存 不像其他部落 我只要上脚给那个周天子 由此可知 赵王并不是失去民心 荒淫无道的残暴帝王 反而只是个 被亲兄弟背后捅刀 无端留下 千古骂名的可怜之人 为什么周武王激发 在攻克殷伤之后 把已经自焚的打击 交手示众 原来周武王激发 对打击的恨 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究竟打击和激发有什么过节呢 广告之后马上告诉你 欢迎回来 人人都说打击 狐媚祸主敬禅言杀忠诚 是民族其实的祸国妖女 但是中研院研究发现 真实的打击不只是后宫妇人 按照殷伤的制度 帝王的配偶都必须要身穿铠甲 上战场杀敌 究竟打击真实的身份是什么 为何周武王激发 在咒王打击自焚之后 还把两个人的遗体 消首示众 激发如此痛恨打击的原因 居然是因为他在战场上 打不赢打击 这有可能吗 请看资深记者陈湘怡 叶家境 郑文德的深度报道 封神演绎写道 商朝末年 咒王宠信费仲游魂 两大奸臣 八百诸侯都知道 两人把持朝政 擅权作威 都以理会知 以劫其心 但偏偏冀州侯苏护 性如烈火 刚强正直 不懈攀附巴结 气得费仲游魂 向咒王诬陷 苏护谋反 金谷齐名 五万殷商勇士 十马挥剑 却不敌苏护一支火箭 便让殷商的千军万马 深陷火海 知难而退 殷舊 你未战先见 太让我失望了 父亲心怒 不是我们胆怯 是马甘的国族害怕 不敢前进 父亲 马甘了什么 是人决定的 咒王重整旗鼓 稳定军心 发起一波伶俐攻势 苏护无力招架 只好献出爱女苏达己 达己是咒王 讨伐有苏事时 获得的战利品 达己被父亲 当成牛羊敬献给咒王 却没有选择反抗 乖乖从命 来到敌人阵营 这就证明达己是一个 生名大义的女子 用自身此路换来部落存活 你知道潘城军里的下场是什么吗 天亮就要杀了你 几期 我和别人不一样 我的方 在封神演义上就说 达己 他就是抱着复仇之心来的 所以就从此以后 魅惑君王 剑害忠良 祸国殃民等等 按照算法 佐王已经六十岁了 达己十几岁的小女孩 就算佐王很疼 这个小女孩好了 漂亮到包什么的 可是问题是 佐王你丑爱达己才一年 一年一个小女孩能干嘛 就算把你魅惑好了 一年杀这么多人 说实话不合常理 根据史料记载 佐王爱达己 达己之言是从 很多人都认为 达己是凭借美貌 迷惑咒王 让咒王什么事都听自己的 根据英本纪记载 咒王天资聪明 思维敏捷 辨识快速 这样一位身性聪颖 才智过人的帝王 就算御令至婚 要他事事都听 俘虏小姑娘的话 恐怕不容易 除非达己有过人之处 可以想见的是 达己拥有美貌 也拥有见识 提供咒王不少 破除肉席的拙见 咒王听得有理 当然接受 只是看在石谷不画的人眼中 就变成是达己 魅惑咒王的证明了 全民 父王 是我 生根半叶带间蠢鹿 想要我的王位 你太着急了吧 孩儿不敢 孩儿是在追尸湖 有 我们担心大王的安危 才贸然闯入 请大王受罪 哪里有护妖 他怎么会在这儿 出去 据说有苏士是以九尾狐为图腾的部落 所以封神邦里才会将达己 赴贵为魅惑咒王的建议免医药 这荒谬绝伦的说法 让我们发现 热王和达己 他一辈子都没有犯下什么大错 要不然 既搏猴机舱 推翻殷商 和不用正经八百的旅游 虽得妖魔话打己 说他是九尾狐妖 杀忠诚 朱贤良 无恶不作 就连鲜鲜落女子 也不放过 封神演义 他一定要有正反良派 所以赵王他本身后宫的人很少 那么代表性的人物 当然就是他的正妻江王后 那江王后当然就大驾歸秀嘛 他出生匠男 匠狐妖女 那么达己呢 他是九尾狐妖所变的幻化成型 所以他就是一个妖魔鬼怪附身 那因此当然他就是演出宫斗剧啦 在封神榜中 提到妲己进宫后 让赵王沉溺酒色 贤惠的江皇后看不过去 遲妲己请公亲师问罪 赵王赐座当何是佬 江皇后非但没有接受 还劈头痛骂赵王昏庸 这代表张皇后素来任性 连赵王都不看在眼里 才会习惯性破口大骂 在国 我为王后 王有过失不得不见 再加我为正妻 负有罪责不敢不言 臣妾愿以死明治 换大王迷途之反 那么达己 他就陷害江皇后 说这个江皇后呢 她有形似咒王的这种嫌疑 然后让江皇后招任 那江皇后当然不肯招供 所以江皇后就受尽酷刑 眼睛也被挖掉了 然后最后被袍弱之行 等于死得非常凄惨 那么这样子的情节安排 其实她就是要凸显出 打己的阴狠毒辣 但上古妖女达己 真实的身份恐怕超乎你我想象 指标记载 达己跟咒王自焚后 轴人不仅毁师 还特地展下达己头颅 招摇过世 送到陕西宗庙展示 倘若达己只是一个寻常生工女子 如何会遭到如此慎重处置 那么可见周武王对达己 有着深仇大恨 那他如果只是一个后宫妇人 你需要这样深仇大恨吗 所以可见达己说不定 她是一个女性政治家 在政治上 她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她也说不定是一个 女性的军事家 结合甲骨文中 商代王后参与军事政治的传统 可以推测 达己之所以敬献给咒王 可能不只是因为美貌 还因为他在部落之中 本身就是作战指挥官 而他到咒王身边之后 依然发挥他身为指挥官的才华 被咒王赋予重任 甚至带兵跟周人作战 而周人就是吃了达己大亏 他对他胜不痛苦 根据中研院的研究报告指出 达己是个身穿戎装 协助丈夫打仗的女将军 绝非身攻平非 可是后代儒学大家 为了美化周武王 因此先将突入 十几万人的墓野之战 说成没有太大伤亡 再刻意用聘机私承 批评达己干政 并丑化达己形象 合理化周朝判伤的缘由 但以现在的话来说 听老婆的话有什么错呢 商朝的肖王 绝非打己一人之过 藏在史书当中的只字片语 都有可能成为翻转 历史的关键证据 如同今天的主角 骤王和达己 两个人被儒家学子 用文字霸凌千年 至今依旧没有平反证明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也欢迎大家一起上 现代启示录 YouTube订阅跟分享 我是曾伟 我们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